思雨 少城主 怎么了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啊 你自己睡你自己的 你管我睡不睡 少庄主 我有要事向少君禀报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这里不许再有任何人来打扰 好嘞 那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我们继续 小庄主 小庄主 你易小姐已经上路了 属下案您的吹复 郭隋成的护车巾 照顾他 这个事情有必要跟我讲吗 我跟他玩得很好吗 这样 干嘛 把手伸出来 我有东西给你 什么 我呀 我给你刻了没心的针子 爱心 你笑了就好了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想办法 那你也要答应我 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都不可以隐瞒欺骗对方 好不好 你才会让你让人ute 我怎么会说 你为我 你便宜 我便宜 我便宜 你便宜 啊 等一下 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 张庄主 不好了 林七死了 是被林七的事吓到了 今天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的 来 杨霞请 不是林七 是媛媛跟苏木 其实换位而据 如果在玄虎城 我身为玄虎少君 看上一风尘女子 硬要娶她 定是会被玄虎城的百姓 说三道四 苏木的担忧 不无道理 她确实为了圆圆着想 怕她落人口实 少君既然知道了 问题处在哪里 不如去劝劝苏木 我约了她 在茶楼间 好 我带你赴约 那我去陈主府 看看母亲 行 子睿 三公主 我们去找裴恒 你又这样对待人家 韩少君 你忘了上次春宫土的事了 其实啊 咱背地里去找裴公子 那都没什么 毕竟这是你们女人 都会犯的错误 可你倒是硬气点呀 人家韩少君稍微 知道那蜂蜜嫂子 牛哐当一下 往地上一跪 你还拉着我一块 你太不争气了 腿软倒不是什么大事 这把这次 她不仅要骂我 还要提到来看我 菁姐 你找我 北昂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 刀山祸海 在所不辞 回司刑大人 苏牧昨日 最后见到的人 是韩少君 其余的 小人们一概不知 照这么说 韩少君的嫌疑最大 昨日 少城主约了苏牧相见 的确是我带她赴的缘 这 还是个君子 是个来的 是 四行大人说话 是要讲真情实据的 我们在教坊寺的巷子里 发现了苏牧的衣带 地上 是这种脚印 据闻整个花园城 就只有韩少君 有这么一双鞋子 证据来了吗 对啊 这就是证据 我看天色可能要下雨 便穿着你为我做的鞋子 过去了 没错 这防水防滑还难摸 这么说 韩少君是承认 昨晚与苏牧发生了争执 我何时承认啊 少城主一向明理守法 不知此事该如何定夺 好 少君要不然 就配合他们一下 跟他们走一趟吧 等事情弄清楚了 我就去接你回家 夫君 人家刚刚都快我明理守法了 做不好的人钱拨我吧 反正事情又不是你做的 配合一下 好 为父就给你这个面子 走吧 司刑大人 韩硕